6月16日,青藏高原首个大熊猫馆在青海西宁开馆 四只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而来的圆滚滚 开启为期三年的麦蒙科普教育之旅 这四只大熊猫蒙宝为一熊三瓷 分别为六岁龄的何星、雄姓 三岁龄的圆满、奇果 以及八岁龄的双新 在入驻青藏高原后 分别一名青青、宁宁、美美以及何和 青海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白涛告诉记者 西宁熊猫馆总占地面积达到9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4617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熊猫馆 为了让大熊猫生活的舒适、宽敞 还配有各自独立的室内外活动空间和休息区 以及物生系统 满足大熊猫对空气湿度的要求 熊猫它其实最适宜的海拔是1200到3000米之间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那么几个熊猫宝宝来到西宁以后 非常的适应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高原反应 那么在这边我们也是为四个熊猫宝宝 为他们的场馆建设他们住的地方 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我们给他的相关的这些配套 完全能够保障 让四个熊猫宝宝在咱们西宁的幸福西宁生活的十分幸福 记者了解到 目前四只熊猫宝宝已经适应了西宁的气候环境 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吃至定期空运来的新鲜竹笋 憨太可居的模样不仅吸引着当地的游客 也让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安东尼兴奋不已 Before I came I knew they had pandas here and China was quite a popular place for pandas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them in person in real life at a zoo which was one of the things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eeling I have about pandas is they're very very cuddly very very super gracious and they have a very gentle nature about themselves it makes me want to just jump in there and give them a cuddle 另据了解 目前西宁熊猫馆已设置的科普教育展区 将通过一系列智能化设备 为熊猫粉提供互动科普 未来三年 此间还将开发组织研学旅行 青少年科普大讲堂 与环保组织志愿者成立丰容工作室等科普内容 再次 Byron 出现新的科普 栽资金